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上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海银被处举现销令 案号同样为2024-0120-3587号 2024年5月7日 因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制车U型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成为失信被执行人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显示 此次执行涉及劳动仲裁案件 该公司应支付申请人李某某公司差额7.9万余元 并据天眼查iB数据 制车U型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为起点汽车关联公司 其法定代表人沈海银为起点汽车CEO 豌豆公主联合创始人 制车U型创始人CEO天使投资人 据界面新闻报道 成立于2014年12月的起点汽车 是国内最早的一批造车新势力 与小鹏未来同年诞生 比理想还早四个月 其创始人沈海银 曾担任360副总裁 金山软件集团副总裁 在彼时互联网造车的浪潮之下 曾喊出用小米的模式 打造中国特斯拉的口号 起点汽车鼎盛时期 有员工1500多人 起点汽车成立不久 便获得资本的关注 投资方包括英特尔 骑虎360 联想之星 滔运资本等 融资额高达170亿元 不过起点汽车一位高管 曾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要是真有170亿 就是绕了再多弯路 踩了再多雷 也能把车造出来了 实际上并没有170亿这么多 要看它背后的构成 其中 30亿是C轮投资 100亿是苏州产业员的产业基金 也就是说项目开工了 才能拿到钱 但我们苏州项目处于停滞状态 没有启动 那么就没有这笔钱 2017年 起点汽车宣布 首款量产车型 A46辆项 计划年底量产 此后 这款车的量产时间 一拖再拖 至今未能上市 一款名为蓝沙的电动踏板摩托车 是时至今日 起点唯一一款量产上市的产品 对于A46的不断跳票 沈海银在2019年上海车展上 曾表示 起点汽车在造车这件事上 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尤其是量产和交付环节上 确实需要慎之诱慎 在沈海银看来 起点汽车宁愿延误交付 也要做一款质量更好的车 另外 2016年 起点汽车宣布落户安徽同龄 投资80亿建厂 2018年 起点汽车宣布投资150亿 打造苏州生产基地 同年 起点汽车又宣布 投资50亿 在湖南诸州 建设电动商用车基地 三个基地 至今却没有一座建城 2018年底 起点汽车开始陆续被爆出 资金链断裂 拖欠员工工资 以及员工大批量离职等问题 2023年7月 安徽省同龄市中级人民法院 披露公告显示 起点汽车已被申请破产审查 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 信息网显示 2023年8月15日 起点汽车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下称起点汽车研发中心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共设30笔职工债权 总额达601.3万元 江苏省苏州市向城区法院 在当年6月30日 受理了起点汽车研发中心债权人 破产清算申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